男学生紧抓着对方 因为他的手中有刀 学生用尽力气把美工刀远离自己的身体 这名成功高中学生搭乘捷运时 在板南县新普站被嫌犯拿美工刀攻击 两人距离实在太近 根本逃不了 男学生只好徒手对抗 也因为两人身高差不多 加上嫌犯当下的状态不太好 男学生有成功的阻挡攻击 由于嫌犯是拿美工刀刀刃短 当下比较容易阻挡刀子靠近身体 但如果是西瓜刀等武器 警方建议先逃还是最安全的办法 但如果逃不了该怎么办 身边的物品就是最好的保护武器 拿起外套往对方手部用力挥 面对有人持刀攻击 第一时间就是拿起手边物品防身 背包也能救自己 拿起来挡住身体最脆弱的颈动脉 心脏等位置 或是手边有雨伞 也能够拿来防身 而这些都是面对近身攻击的最好办法 打到之后 不管有没有完成 打到的那个效果 你们记得当事人一定要怎么样 还是赶快离开 只要你有空档 你完成他的注意力 你就是离开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学生家中探视 对他的沉着冷静给予肯定 教育局以及校方都会在学校课业 或是心理上多加辅导 关心确立协助 TVBS新闻许家瑞网路上台北 参观报道